抖音车评人的十大酷刑 只对一个品牌 就是比亚迪 因为其他品牌不配 只有比亚迪崛起了 拿下了全球好几个销量冠军 单品牌销量冠军 那个整个车企销量冠军 中国区销量冠军 把日系车打得满地爪牙 甚至美系德系全给他们横上 全球第一 连那个特斯拉的王座都给躲下来 这个时候呢 这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 勾结内部的汉奸卖国贼和买办 听清楚啊 给这个比亚迪来了个 车评人十大酷刑 往往我们会发现啊 历史上会发现啊 邦迪最荤 最狠毒 对自己人最狠的 就是那些买办汉奸卖国贼们 他们是最狠的 然后他们配 历史上就配合那些皇军小日本人们 抓住咱们这个进步人士啊 就革命人士 抓着就几大酷刑 听懂吗 我一说这些是不是有画面赶的啊 就几大酷刑 就给用上了 就那是让我们放弃 知道吗 十十五者为军节 快说 就是这个 所以说上十大酷刑 这比亚迪都上过什么酷刑呢 从崛起之后 咱们总结一下 今天我就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都因某些黑车评人 对比亚迪的十大酷刑 不只是十个啊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 有精神上攻击的 抹黑的 然后还有这个物理 直接用搬手的 咱们看一看啊 第一个 就说比亚迪骗补这个事啊 这是国家补贴 又这样又那的 首先比亚迪零几年就有这个混动车 而这个国家补贴是这个 2010年7月1日才开始实行的 这是第一个啊 那第二个 看啊 我给总结了 第二个 说这个电车不好 比亚迪电池续航不行啊 那个里程叫绿 第三个呢 说是这个啊 电池坏了怎么换的问题啊 那意思 这整个这个车 电池要坏了就完了 因为比亚迪电池是终身之宝的 就这件事还在整个啊 第四个是说什么 意味受限 前一段时间啊 意味受限 前两年 第五个还说这个空调喷喷的 自卫病的 这极个别的啊 就是没有这些事的啊 第六个 第六个很重要啊 这我就经历过啊 就自然 到现在一直还 一直就不断的自然 只要没话说的时候就自然 知道吧 就说说是比亚迪就自然 真的 但是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车路 因为自然跟比亚迪打关系的 一个都没有 那证明了这件事就这件事不一定属实啊 第七个啊 第七个风波最大 就高压游巷和长压游巷这个问题 哎 就是某车企去年四月份就开始举报 哎 到现在快一年了 没有了啊 然后那个 第八个 就是方腾报报五又卡当了 又不是硬派越野了 哎 这个不行了 那不行了 第九个啊 方腾报报五高速一百八 甚至以上 然后撤出这个十八个 就是都已经用这个不顾自身和道路人员安全 用这个这个违法这个行为这个测试 那一幕黑比亚迪啊 这个十八个油 这个事还没完呢 啊 那第十个又说又有人说又偷油啊又漏油啊啥的啊 这已经十个了 那我总结老多了 看啊 第十一个最著名的啊 这两天发酵的啊 搬手把底盘这个车车大家给搬完了 实际上大家做实验了啊 所有的车你都能搬完 真的你给我一个搬手 只要这个搬手够大 我能拿动 只要这个支点足够啊 阿基米德不说了吗 都能撬动地球 只要支点足够 你给我个搬手 我那个我上什么 什么核心号 这个那动车呢 那我也都能给他搬完了 最新的新闻啊 最新的新闻啊 就是救援的时候 把这个车底的大梁给拉断了 咱不到早事啊 这不评论 然后那个 还有就是这个唱衰比亚迪 仰望又把的 就是宠阳没外 就是外国的东西就好啊 仰望又把全世界最顶尖的技术 所有的技术 集一身 他就非得说啊 没人买 结果啪啪打脸 第一个月卖了将近1600辆 114万以上的车啊 所以说就是这些唱衰于比亚迪的这帮人啊 还有呢 其实还有呢 这个过程当中又造谣了 又造谣说是这个比亚迪又欠这个多钱多钱了 这个企业又不行了啊 又什么又向航大又要破产了 然后又什么工资待遇不好了 太多太多了 盒子是十大酷刑了 这简直 对了 这还命完呢 我现在都很期待 特别是方腾暴这个暴武上司之后 可能是动了很多很多人的奶浪 不是 我说错了 这个词不应该是这么说 应该是绝了某些人的祖坟 听懂了吗 所以说啊 就是反弹特别大啊 就是怎么说呢 嗯 期待他们下一个猛黑的点是什么 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话语 话术 熟悉的主演和一些配角 哎 然后每一集又不一样 听懂没 就像大便一样 每一次来的感觉一样 但拉出来又不一样 嗯 就像大便一样 来的时候你挡都挡不住 就像大便一样 嗯 你没有的时候你再怎么努力 也白费 最后一句啊 就像大便一样 有的时候你努力了很久 其实他就是一个屁 感谢那些人继续为方船报做宣传啊 辛苦你们了 谢谢大家